司法院市至第748號解釋 施刑法草案修正通過 今年5月17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統婚專法 同志伴侶們終於可以如願登記結婚 但卻因專法中沒有納入人工生殖法 使得同性伴侶仍無法藉由人工生殖技術孕育下一代 許多伴侶求職之路走得艱辛 只能花大錢出國進行人工受孕 像是台中這對同婚夫妻Gina與Lion 耗費了三年時光花光100多萬元 好不容易才喜貨雙胞胎 三年來他們上網問遍挪威丹麥泰國等地多家醫療機構 好不容易找到泰國藝間醫院 原本都敲頂了時間 但不敲就在成型前 遇到泰國政府改制 禁止了當地單身女性的人工生殖 三轉經同志圈的朋友介紹 最後去日本做試管嬰兒 我們其實是第二次才成功 去年就已經有去第一次 對 有試管給我一次 會他取卵跟植物是分兩趟 植物之後回來他會有 回來這邊可以驗孕 其實又要身體很傷 很像是要休息 從羊卵然後排卵針 植物之後的環體 因為他那個副作用 我後期就是頭暈 然後跟會想吐 打的針應該已經都超過破百了吧 每天打 打到後來不想吐了 吃先兩次 然後之後不行再休息個一兩年再做 為了懷孕 俊娜打了上百次排卵針 經歷無數個噁心 嘔吐 充滿副作用的日子 今年二月再度飛往日本 四月時 總算是迎來好消息 確定懷孕 而且還是雙胞胎 但這天大的喜訓 兩人至今 還是不敢全面公開 然後就好 那就這樣子也可以 因為對我們來說 那不是我們的生活權 然後尊重盤 對於我們同性伴侶 同性家庭而言 我們在有小孩說 我們要先付出很大一筆 也是滿堪的 到最後 可能是你也會考量到 小孩以後的成長狀況 相信還是就是 對於小孩出來的教養吧 最主要是他人的眼光 對 社會他人 社會的眼光 像我們現在就是會開始擔心 你小朋友的學趣 真的是師長 同儕啊 師長 然後跟 就學校教 聽說好像學校 有一些什麼彩虹媽媽之類的 會滲透 滲透到一些教材 分享的那些人員的素質 有些會把它帶向歧視 這我覺得比較可怕 中校類 或者是有一些 比較不好的教材 就很像 他們都是需要被防備的 好 接下來看一下中間後方 中間後方 媒體記者朋友 即使同婚專法通過了 對於同志伴侶 想要生兒育女 卻是充滿阻礙 台灣人工生殖醫學會 就曾在今年7月22日 發文衛福部詢問 同婚是否可施行人工生殖 但主管單位衛福部國建署 不論是在7月底回覆的公文 或8月召開的專家會議 都以目前人工生殖法 竟是用不孕症夫妻 人帶修法為由 沒有任何作為 生殖醫學專家 李茂生痛批 為福部逃避責任 不肯面對問題 婚姻平權大平台 副總召鄧竹源也說 台灣的人工生殖技術 是世界首屈抑制 但同婚伴侶卻無法在國內適用 希望政府盡快推動 人工生殖法修法 給同婚家庭一個完整的家 可能專法過就是 同性可以結合 如果同性想要共住一個家庭的話 又卡在那個生殖法 這也蠻奇怪的 因為如果你單身女性 其實她不是同志的話 她想要有後代 她想修養小孩這本身就蠻困難的 更謹論是男同志 男同志真的很辛苦 對 而且他們承受異樣眼光 比女同志多很多 我覺得應該升級大可能 現在我們配一套法案出來 就是應應這個專法 不過我們台灣的生殖技術 應該也是全球頂尖的 對 這一塊如果可以開放 或者是台灣國內 說不定其他國外的伴侶 你可以來抬 來助身子 像我們去國外一樣 蘋果的新聞都是記者自己跑出來的 支持她跑得更好更快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